那再來的話多重也是一樣 那如果我今天輸出ABCD的話 其實輸出用公式也是不行 因為這個沒有篩選 沒有地方可以讓你去變更不同顏色 那只能在哪裡?只能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ABCD 這沒有清掉 如果ABCD我要給不同顏色一樣 在這個下方 A給一個顏色 B給一個顏色 C給一個顏色 D給 D的話乾脆也是紅色 因為D一樣不及格 A的話 A要給什麼? A給綠色 假設延續 A給綠色 A給綠色 B要給什麼? B乾脆給藍色 因為我們用原始 255 這個是綠色 這個是藍色 B的話RGB B不錄 這是藍色 C的話呢 C給什麼顏色 因為都有 給黃色好了 黃色特別注意喔 黃色怎麼調呢 把那個紅色加綠色 紅配綠 就是黃色 OK OK 所以你們 如果你們家還有水彩有沒有 你水彩把紅色跟綠色擠一點喔 把它調在一起喔 就變黃色 OK 好 那我們把它輸出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輸出 有沒有 也就是最後啊 就是 一樣嘛 請各位把那個A 變成綠色 B 變成藍色 C C看不太出啊 這個看起來 眼睛有點 不太舒服 我可以換顏色 沒關係 這個顏色其實你可以自己去調啦 沒關係 然後 D的話就紅色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也非常簡單啦 主要就是用這個儲存格的phone color 幫我變更一下 OK